柴鹿已然被你抓走 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王爷 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 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 王儿 你现在一定很恨我 不 为什么 因为 你必须那样做 王儿 王朝马瀚 在 先行退下 是 如今 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参与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你道才金矿已然犯罪 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 却更有为上天好生之德 人命观天 怎可说毫无回忆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敢问包大人 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天心而珍惜生命啊 朝代更替 毕生战火 死有死伤却情非得已 你却为了贪图不乏之财而害人性命 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鱼 柴府应有尽有 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 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洲 柴玉你是谋反叹国 这国本来就是大洲之国 天下乃柴家天下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 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 倘若历朝历代 这已自家天下自聚 则秦汉随唐 是否既要其后人夺回天下 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职 先胜先下 无不推崇移民为本 改朝换代 皆是因大势所趋 当今圣上 仁德敦厚秦政爱民 你去妄图夹借富国之名 强害生灵 柴玉 你不但大错特错 而且咸江柴家 却于不忠不义 万劫不复之地 又怎敢在奔赴面前 萧萧争辩大言不惨 如今 你可还有话说 包大人 言术精辟 言之有理 柴玉清愿浮发 既然如此 来人哪 大人 春令升堂 是 是 大人 大人犯 大人犯 人丧命 多少平民百姓遭殃 如今 罪正确凿 你还不扶仇人罪 包大人 私采金矿 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 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 请包大人明察 哼 那柴玉 愿意亲口公认 是他主谋 你休想为他脱罪 包大人 唐夏天盼 柴玉 你道财金矿 倉匿丧物 何谋杀人 罪不可遮 本府奉旨 待天寻寿 以大宋律令 判您扎刀之刑 来人哪 在 狗头的刺口 是 柴玉 包大人 你虽无爵位 又无功名 但毕竟是王氏之后 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多谢包大人 唐夏天盼 唐夏天盼 参与 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 本为备位王爷 就该上提皇恩 安分守己 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 勾结章冲 道财金矿 因而导致黎明百姓 家破人亡 依罚论罪 其罪当诸 本府以 待天寻寿之权 以大宋律令 叛逆 扎刀之刑 是 来人哪 在 龙特大刺口 是 封 神尾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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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埃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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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玉儿曾经说过 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 那么大洲就不会灭亡了 王爷 他说得不错 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 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座 包准惭愧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 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包准万万不敢 包大人 什么时候离开青州返回京城啊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青州 待包着 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继合其成 好好好 若是什么时候 途经青州 一定要来王府 本王还要和包大人 在歧义上 好好地切磋几局啊 包准 遵命